吕良伟罕见晒17岁儿子晋兆,父子二人同框,不过两人外形却差很大。 吕良伟是香港娱乐圈内特别出色的一位演员。虽然她时常演反派配学。 但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她是在为主角们做陪衬。 因为她的气场是格外强大的,演技也十分出众。 所以有时现身于荧幕上时甚至比演主角的演员还要吸睛。 现今的她已经63岁了,出现在荧幕上的次数。 已经没有早年间那么频繁了,但她的样貌却依旧帅气。 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年龄已经63岁的人。将自己的状态保持得特别好。 是娱乐圈内特别典型的一位动靈男星。 时常让人感慨她似乎不会变老,受到了很多人的羡慕。 她欠金主要将自己的经历放在了与家人相处上。 时常在网络上分享与妻子的合照。 这是她的第三段婚姻,应该也是最为幸福的一段。 她现今的妻子名字叫做杨小圈,不在娱乐圈内发展。 在商界发展的特别好,是一个身家特别丰厚的女人。 很懂得投资,所以与她成婚之后吕良伟的资产也被她经营得特别好。 这对夫妻子一直都是特别幸福的,每次晒照都是格外甜蜜的样子。 因为吕良伟时常分享妻子的美照。 所以大众都知道她的妻子到底长什么样子。 其实她的妻子还为她生了一个儿子。 可是她分享儿子照片的次数却很少。 所以很多人都不清楚她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模样。 成长过程中样貌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不过最近查看她的社交网站。 不过最近查看她的社交网站的动态时。 发现吕良伟罕见的晒过儿子的近照。 她的家交网站。 父子二人同框的时候还是比较温馨的。 可是她的儿子和她的样貌真的完全不一样啊。 。 那种帅气俊朗的类型,她的儿子确属腹态外形。 。 或许等孩子年纪大些,会瞒大十八遍也说不定呢。 来源,sina.com。 。 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原来这就是张柏芝和谢霆锋当年离婚的内幕。 看完你还会联系她吗? 。 刚生下第三胎做完月子不久的张柏芝。 一大早就带住两个儿子,还有其他家人一同飞往新加坡旅行。 。 看得出来最近的张柏芝心情十分的好,身材恢复的也是相当迅速。 不过这次旅行却不见小王子的身影。 。 只有大儿子和二儿子,虽然生了第三胎。 。 。 但是可以看出张柏芝并没有忽略对两个儿子的关心。 。 不过不少网友却很疑惑。 这么多年都是张柏芝一人带住两个儿子。 。 现在生了第三胎要带三个小孩是更辛苦了。 。 。 而谢霆锋似乎鼓注自己谈恋爱,从来没关心过这两个儿子。 。 。 其实两个儿子的抚养权并不是完全归张柏芝一人所有。 是和谢霆锋两人共同抚养。 。 只不过两个儿子是和张柏芝共同生活。 。 当年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仪式也是闹得挺大的。 。 两人很有默契地对财产的分配和两个儿子的抚养权闭口不谈。 。 。 不过据香港媒体报道,张柏芝为了能和两个儿子共同生活。 。 。 自动放弃了和谢霆锋平分六亿家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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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柏芝喜欢孩子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此次虽然第三胎没有如愿是个女儿, 但是从张柏芝的状态来看,她还是十分满足的。 而孩子的生父是谁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被解开,估计会成为一桩悬案了。 而看到张柏芝将要独自一个人带住三个儿子。 大家也纷纷很心疼她。 感觉谢霆锋这个前夫在补养孩子这方面似乎完全隐形了一样。 。 12月19日,有网友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 针对这个问题。 有网友翻出了张柏芝和谢霆锋当时离婚时的报道。 。 里面曝光了两个人的离婚协议,立正孩子其实是两个人共同抚养的。 。 文章中表示,离婚时谢霆锋的身家应该是在6亿左右。 按说离婚张柏芝应该会分得3亿。 。 但是张柏芝为了得到两个人孩子的抚养权。 所以直接放弃了平分的这个家产。 3亿财产将会放进基金,以用于两个儿子身上。 。 而谢霆锋方面需要每月支付10万港币生活费。每年一笔付清120万元。 。 由此可见,其实孩子还是两个人共同抚养的。 。 这则报道当时是港媒报道的,细节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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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过婚后张柏芝一个人独享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 确实不争的事实,她势必是放弃了一些东西才换来的抚养权 早前张柏芝也表示,其实结婚离婚她都不介意,她只要孩子,男人只是生育机器 也有传闻说,张柏芝和谢霆锋有婚前协议,分手后张柏芝可以带走所有子女 而谢霆锋方面,离婚后也是得空就会去看望孩子 对于不闻不问之说,谢贤曾经带为澄清 谢霆锋平时一周见一次面,工作太忙就两周见一次 而且父子关系很亲密,经常坐在床上抱住一起聊天 而对于张柏芝一个人带两娃的辛苦,谢贤也是表示很难得 谢霆锋平时一周见一次 谢霆锋早前也说过,张柏芝在离婚后没有对孩子说过自己的坏话 同样谢霆锋很感激张柏芝 同样谢霆锋很感激张柏芝 据港媒的估计,谢霆锋在香港中环有八个铺位 在其他地方还有多处房产,成立的电影公司每年盈利可达上亿 还有各种电影电视剧的片酬,至少有6亿港币身家 事实上,谢霆锋并没有放弃对两个孩子的关心 私下也会和两个儿子相聚 只是因为不想曝光,所以极少看到铜框的画面 说谢霆锋不关心孩子的都是谣传了 不过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肯定没有张柏芝多 张柏芝这么多年来带两个孩子长大确实也是非常辛苦了 离婚后,哪怕张柏芝很努力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但贴在张柏芝身上的谢家标签一直都去不掉 每次谢霆锋的新闻都会有她的名字出现 有段时间就连王菲的新闻,也会带上她 在谢霆锋和王菲的恋情里,她被拿出来比较 品头论组,然后还半带着一些恶毒的语言 果不其然,这次张柏芝三胎得子,前夫谢霆锋参加新戏的庆功宴 都要被记者追问,连前公公谢贤都接到了媒体的电话 张柏芝曾说过,我永远不会向后看,过去就过去了 我喜欢将人的缺点变优点,我自己有好多缺点 但两个字,包容 六年过去了,可能曾经的那段婚姻都被当事人深埋在回忆里 但旁观者仍然不依不饶,总觉得她还活在她阴影中 殊不知,她早就走出来了 或许,一直以来,不算大致的张柏芝所走的路都不是寻常的路 所以注定她要承受的东西也比别人多得多 但我们都一直看到张柏芝的成长和坚强 忠心希望她的家庭和事业都能再次远航 也祝福张柏芝和她的孩子们 不管张柏芝有如何多的争议 她是一个好妈妈都是一个无法争议的事情 唯有祝福送上 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